想知道丹宏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今天的News 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韦成 我是传播艺术系的丹妮 今天啊我还看到一篇非常扯的新闻耶 什么新闻啊? 这个新闻是写 有一名俄罗斯的女生 她在家里疑似中风被紧急送医 却因为救护车的车门没有锁好 在送医的途中被甩出车外 幸好有路过的另外一台救护车发现她 再一次紧急送医 这个意外造成女子的身体多处骨折 并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离谱的是 这台救护车竟然开了将近26公里 都没有发现病患不见 实在是太夸张了吧 这样原本是救人的行动变成害人了耶 但她最后可以获救真是太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 这些消防员都受过良好训练以应付紧急状况 第二个单字是 那件看似平凡的短袖上衣有着相当离谱的高价 最后一个单字是 肥胖会增加高血压和中风发作的几率 肥胖会增加高血压和中风发作的几率 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别忘了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